最近到警察局 申請俗稱為良民證的警察刑事記錄證明的民眾 忽然變多了 就以臺北市來說 四月份跟五月份的申請人數就差了三千人 而且當眾以身心障礙者跟原住民居多 因為最近公益採券經銷商的領選需要 那要求提付警察刑事記錄證明 那所以我們最近的申請案件有暴增的趨勢 那可不可以說明一下這個暴增這個幅度 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幅度 中華民國公益採券的主管機關財政部國庫署表示 這個現象應該是受到公益採券 經銷商領選的抽籤報名即將開始所影響的 採券不得有欺詐或者是賭博 或有這些這些犯罪事實的 那這些機關 這些資料只有在警察機關才有 所以我們 所以有些朋友們就是為了申請 這個他會到警察機關去申請這些證明 那申請這個文件才可以來 對對對對才可以來參加這個報名 引選這個變成為一個經銷商 原來採券經銷商的申請資格包含 其中之一是必須是身親障礙者 原住民 低收入戶單親家庭 其中之一種身份 而且不得為限制行為能力者 或者是有公務員或是學生的身份 第三項在報名開始的前五年 曾經有偽造文書 偽造貨幣 偽造有價證券 侵占 詐欺 背信等等罪嫌 經過判刑宣告確定 執行完畢 緩刑期滿或者是赦免後 尚未滿五年者都不可以報名參加 領選 對有民眾質疑抽籤的公平性 國庫署表示 上一屆公益彩券經銷商的經營 則比例方面 身性障礙者是佔百分之八 點八 原住民佔百分之九點八三 低收入戶單親家庭則佔了百分之一點三八 一百零二年全國各縣市一共分為一百九十五個區 在七月二十三日一起公開抽籤 最後要選出五千八百名經銷商 三種族群並沒有另外的保障名額 應該相當公平 沒有任何偏袒 也期盼這次領選可以實質幫助弱勢族群改善經濟狀況 記者各位來臨 台北市場報導